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需要一辈人传承经典 经典从不畏惧时间的考验 经典会在岁月的打磨下更加光芒四射 欢迎您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经典对对碰 他的声音融合了蒙古族长调和西洋艺术的韵味 得天独厚的天赋 加上后天超乎常人的毅力 让他与他的很多作品都成为了经典 1998年4月 德德马在随中央民族歌舞团 赴日本演出的过程中 突发脑溢血 晕倒在后台 虽然生命最终得以挽回 但却要面对右半身半身不随 以及永远告别舞台的诊断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普通人来说 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德德马不仅活了下来 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仅仅半年多之后 他重新站了起来 并重新走进录音棚 再一次拿起了话筒 我太喜欢这个职业了 自己从小 13岁开始一直就在 搞这个歌唱艺术这样子走 一切我都不在乎 什么样的情况我都想 战胜 我的坚持 坚持到底 2001年 在得病三年之后 德德马出版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 木人 歌迷对于他的热爱有增无减 而这一切成为了支撑德德马前行的动力 德马老师您做得好做 能亲一下吗 行 德马 我给你写了一封祝福的信 请您看一下 谢谢 这么厚的信 大家这么捧场 我就觉得真是 太开心了 这种爱 拿钱是买不回来的爱 所以我在奇迹般的恢复 也跟他们这种爱是分不开的 今天的节目中 胡兰涂雅 胡思愣两位蒙古族的晚辈 也要用自己的歌声 向德德马致敬 相信大家在 Kahuna开始 本日是双养的운天 环境的人 徐永起了 观看 消毒族的总算 瓶子 spun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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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